等一下 我應該要放這個下去 大家好 我是Mira 沒錯 我搬來這間房子 原來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一年前的搬屋 好像是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很好奇 一年之後我的房子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如果是細心的朋友 大家應該都會發現 我住在宏大的房子開始 我的傢俬 久不久就會把它們移動 所以這間房子 我也是把傢俬移動過幾次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容易 厭倦一件東西 所以我經常需要一些新轉變 令自己有新的衝擊 而且今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買了一件東西回來 等一下就會跟大家說是什麼 沒錯 首先第一個部分 就是客廳這個位 大家看不看到我這個窗簾 我始終還是要換一個白色的窗簾 因為其實一開始room tour的時候 我用一個米黃色的窗簾 那個感覺其實是比較柔和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令人很想睡覺 因為我覺得實在太令人想睡覺了 所以我就把米色的窗簾搬到睡房 那現在窗簾的話 三部分組成的 這一塊是正式 然後這兩塊就是 真的每個家裡必定要有的 半透明的窗簾 如果整間房子都是用這個 正式的白窗簾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很局促的 是一個很密封的環境 但是因為長度不一的關係 所以我只可以這樣 上面這樣交圈圈 令到下面的長度比較一致一點 然後這個 corner其實也是一樣的 其實曾經是被移動過的 不過暫時呢 我還是把這個 corner 變成這個玩具區 其實旁邊現在是有些雜物的 我都不想理著 就這樣放了 然後我們的新成員 我幫他改了這個名字 叫做 大家可以叫他小鹿 我現在每天都會跟他講話 譬如是 都要生生生生 好快高長大 因為我上網看過的話 如果你跟植物聊天 或者給他音樂聽的話 他會成長得更加好 更加漂亮 他來了家已經四個月了 他在四個月裡面 他生了三塊新的葉 我是160 他大概是180左右 這顆草就叫做 我就是在上網買回來的 我上網找了很久 終於被我找到一間店 就是賣11萬萬 今天去付錢 第二天就送來了 因為如果是這麼大棵的話 普遍都要是20萬 或者接近30萬萬 其實我本身很擔心 我買一個真的植物回來 會不會我養不碰它 因為我經常都不在韓國 那我不在韓國的時候 怎麼辦呢 就唯有把它放在騎樓 因為它最重要就是要通風 它沒有水都還可 它沒有空氣的話 它就會死得很快 它有大中小 我後來覺得 其實我買一棵中的都可以 中的話就可以放在梳化旁邊 但是現在太大棵 它的闊度 極闊 所以我也唯有把它放在一邊 小鹿的旁邊 就有一部空氣清新機 好像上年12月還是今年1月的時候 就開始在我家裡存在 本身我就不覺得空氣污染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我今年開始真的覺得空氣差了很多 英國說的指數是整天超標 尤其是冬天 春天 那些換季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黃沙都吹過來韓國 所以我們出家一定要戴口罩 而這個空氣清淨機的作用 就可以幫你清除空氣裡面一些比較壞的粒子 可以把它們減少吸入肺 其實呢 Chorugi的作用也是一樣可以淨化空氣 所以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我買Chorugi回來的原因 但是那個空氣清淨機 我就不算太常常開 但是久不久我就開一次 而且我覺得開完之後呢 你的人是會舒服了 好 接著就是工作位 本身這邊是放梳化的 我就把工作的空間搬到這邊 本身其實我是把這個工作位放在窗邊 但是每到晚上因為我會開這眼燈 那外面就會惹很多昆蟲 在我的玻璃上 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些昆蟲 他們的身體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很噁心 而且因為我覺得本身的位置是有一點點暗 就算是日後的話我也需要開燈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夠光 然後我就搬來這個位置 沒有什麼大轉變 最大的轉變就是我多加了這個大的螢幕 剪片的話 其實在這個小螢幕裡 有一點點不方便 這個螢幕呢 就是阿羊和Midu給我的 因為他們離開韓國的時候 就很喜歡這些家電的東西 謝謝阿羊的Midu 好 另外呢 其實我就是換了一張椅子 其實之前用過那張白色椅子 是一張很普通 其實沒什麼承托力 如果長期需要坐在那張椅子上工作的話 其實會對腰或美容骨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換了一張 是可以支撐到腰 這張也是大概11萬 12萬左右 貴是有它的必要的 所以對身體好的東西 我就覺得不妨可以買貴一點點 然後因為之前冬天的時候 你會經常覺得好像 很想給很多東西包來煮 你就會覺得 躲在毛毛上很舒服 但現在夏天會有一點點熱 因為我在家裡 有時候你叫外賣 或者你要收件的時候 你要開門 你就這樣穿隧衣 會有點不太好意思 所以在家裡 我會穿Youtube這件外套 其實這件外套 在家裡穿得有點浪 這個Ring Line 應該大家都不陌生了 也是出現了無數次 然後我也是 在非常久之前 就將它購入 在淘寶買的 其實我現在也在想 我需不需要再買多一點燈 因為有時候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 可能因為始終這個 不是一個studio 這裡是一個住宅 所以它的燈 其實是不會做到太光 好 接著就是相反這個位置 我想有一個自成一角的感覺 但因為其實我家裡的結構 有點怪怪的 因為一個正方形 但是一邊是窗 兩邊都有房 所以剩下就是這座 因為這個是廚房 我特意買了一個薄沙 遮一遮住它 如果這樣打開的話 你就完全沒有感覺 然後在工作桌旁邊 放相機的那個架 我就搬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還加了這些 閃閃的燈 因為拍片的時候 後面有些燈 整個感覺好多 其實本來我是打算 夏天換一張比較薄一點的 夏天風情的地毯 我買白色的那張地毯 我只可以用了1萬多瓣 但是我夏天地毯薄的那些 全部我都看到要4萬多5萬瓣 我覺得有點貴 而且我又看不到一個 真的我喜歡的款式 所以到最後 其實是拖 一直拖 到現在我都沒決定到 我不是特意想著不用地毯 是因為我真的找不到一個我喜歡的 所以現在只是一個沒有地毯的狀態 但是過了兩個月 我就會拿一張白色地毯出來 也有新的家庭成員 就是Ryan 他是聖誕版的 我們聖誕節收到他的 還有一個 豬仔Ryan 好可愛 超白癡的 他脫了出來的樣子 是這樣的 整件事很可愛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自從把沙發搬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就很自然地 躺在那裡 喊 所以有時候 因為可能你喊得久 會覺得冷 我就放了一張小尖 然後就這樣睡 所以我不小心 就會睡幾個小時 然後很多人都問 一個問題就是 沙發 這塊布是哪裡買的 那本身我的沙發 是淺藍色的 其實這塊布我不是特意買的 是我這張雙人床的床單 這張床單是沒有橡筋 它是一塊布 然後因為它是雙人床的尺寸 所以 它是非常足夠可以 蓋在這個沙發裡 那為什麼我會開始用沙發布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家裡有少許大塵 因為布可以洗 但是你沙發這個面是不可以洗的 所以我覺得為了打理方面 我就開始用這個沙發布 然後沙發旁邊的茶几 我想說這三個蠟燭 用了很久都還沒用完 因為其實我很少這樣燒蠟燭 我通常是用一個等的 但因為最近我想快點消滅它們 我就刻意點火 但我也發覺 它們都頗耐燒的 然後旁邊這一個就是 喇叭來的 那就是我 抽獎抽回來的一個 原浮喇叭 然後這個位置 我就放一些 散紙這樣 這個就是我在韓國的時候 出家會用的錢包 然後下面這堆就是 因為我現在在上香水糖 所以每堂都會做一些香水出來的 這個黑色架 其實本來是用來 垃圾分類的 但是呢 現在是 完全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它是超級不方便 因為譬如我要把一個 這樣的 空的水瓶 放進去 我是放不了 日積月累之下 其實你就會發覺 這個架是多餘的 然後通常我的垃圾 就是這樣處理 然後睡房部分 因為上次room tour 大家看完之後 在下面很多人留言跟我說 如果床的頭 向著窗是沒那麼好 所以我就把床移了位 那的確我也覺得 那一陣子睡覺其實是 怎麼說 是沒辦法很舒服地睡覺 是覺得有一點精神緊繃的 也是這樣的 又是Ryan 睡覺的時候都會開眼燈 然後就這樣睡覺 啊 舒服 掛畫後面呢 有個插頭的位置 說頭對著插頭的位置 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就打算找些東西加價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掛畫 其實它也不打上來掛畫 它是一張桌 然後呢 這裡就是我的化妝專區 那就是一堆的化妝品 嗯 有點亂 就是這樣 那我家近方的更新就到這裡了 那我說了這麼久 其實呢 今天的重點呢 都不是要跟大家說 我家裡變成怎樣 是其實我買了一件東西回來的 現在就要搬給大家看 就是它 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張飯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我家裡 是沒有飯桌這件東西的 我家裡只有茶桌和書桌 其實因為我一直以來吃飯 我都是看著電腦 然後我在書桌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我又覺得 我實在坐在這個位置太久了 因為一天二十四時間裡面 扣除我睡覺的時間 我當我睡9個小時 剩下15個小時 那我15個小時裡面 我幾乎有12個小時 我是坐在這個位置 我是覺得坐得有點沉悶 對了 但我就開始覺得 工作還工作 然後吃東西還吃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要買一張飯桌回來 我是昨天才買這張桌 誰知道今天就送來了 我真的非常愛大河民國的速遞服務 所以現在就和大家來開箱 我把飯桌了 很開心 我覺得每次塗這些紙盒的時候 就好像塗了 雖然份量是自己買的 好像很漂亮 大家猜不猜到我這張桌子會是什麼形狀 這個是一個底子來的 我太大力了 心急就是這樣 做人不要太心急 它發了 真的 對不起 好像挺有質感的 等一下 這個怎麼弄開 這個桌子很重 哇 我已經想到第二半屋應該會很辛苦 好啊 好啊 不知道我要怎樣 唉 我在上面 我在上面做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應該要放這個下去 有它就不放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 這樣自己組裝這些架子 我覺得很好玩 有靈都沒有 不過雖然這些都是很簡單 其實是沒什麼可能不懂自己組裝的 反轉儀式 哇 重重重重 哇 好漂亮啊 又就是飯桌了 下面這塊和東西是亮面 但是這個是雅面 好怪 完成 剛才我還買了少少少裝飾品 打算放在我這張桌子上 好香啊 這個應該是分衣草 還有兩條毛 然後我都選了紫色 我昨晚真的很喜歡紫色 我覺得連袖這樣把花拆出來 我覺得有點不捨得 真的很漂亮 剛才問過 它說這個香味長達三年 有點誇張 好 然後再加這兩條 這樣混在一起 哇 漂亮得無論 很適合我今天紫色 好像就這樣 這兩條好看一點 讚 MIRRORS CAFE正式營業 很漂亮 哈哈 我只加了這張圓桌 我想不到整天的效果會這麼不同 其實HOME CAFE也是其中一個夢寐以靠的環節 想不到現在真的可以讓我實現到 對了 這樣 瓶的部分 我就用了Diffuser的空瓶 廢物利用 環保一點 對了 眼燈就是剛才我睡風的眼燈來的 所以遲些我房間也會買多一眼相同的燈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些燈厲害 而且它不貴 它是萬七瓦左右 然後這張椅子就是我本身上一個Room tour 我是放在工作桌子的那張椅子來的 其實我另外再買了一張圓的木椅 但是它還未到 但我覺得那張圓的木椅應該沒有這張那麼漂亮 所以我還是應該會放這張椅子 我覺得我以後會很常坐這個位 那本身這個位不是那個遊戲區的 其實那些東西在這裡 我在想怎樣處置他們好 我猜應該都是隨便找個位置去處置他們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應該都頗長一下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分享 我很喜歡自己這個分享 哈哈 好漂亮啊 那好吧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幫我按個鈴鐺 記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凍香 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 就不怕出我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了 應該以後都會常常看到這個背景出現的了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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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